您好 欢迎收看3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全民普发6000元真的来了 为了协助县内的长者线上登记入账 华丽县长徐真卫指示县内13乡镇的护镇事务所 启动普发6000便民服务窗口 23号前往花莲护镇事务所视察 并提醒长者务必在登记日当天 携带身份证、健保卡以及金融机构的账户 前往护镇事务所 全民普发6000元政策上路了 华丽县政府民政处贴心为长者和乡亲服务 并且在史上乡镇事务证所协助乡亲线上登记的作业 现代许正卫、县府民政处处长明良真 而上午上午前往花莲市护镇事务所视察单一窗口的服务 护镇人员只是向县长许正卫说明协助登记的流程 对于现在中央政府要全民普发6000元的部分 那我们无论是从22号开始 身份证字号的尾数到27号 那花莲县政府便民的服务在我们13乡镇的户所 对于我们的长者或是对于3C比较不熟悉的这个乡亲 那可以到13乡镇的户所专有的柜台 那户所人员会帮大家上线来登记全民普发6000元的部分 那至于有关于这个 无论是您有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老人年金 或者是我们中低收入户身帐 有领这些的补助 那有一定的特定账户的这些就自己不用免登 免登、免上网去登记 那花莲县政府希望我们在13乡镇的户所 能够为我们的长者来服务 那这样子长者在这个传书上面 就会比较便利 不会担心没有登记到 那另外在我们万荣的派出所 也有帮我们的这个乡亲来做服务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 那我们都会为大家服务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打1999专线 那当然除了13乡镇的户所以外 花莲县政府的便民服务的站 也会为大家来服务 既然学生表示 22号到27号公计5天 10乡镇是户政宿所开办单一窗口 为长者和需要的乡亲 线上登记的服务 民众需要参照尾数分流登记日期 要细带身份证或是居留证 健保卡及金融机构账号或是存折 另外未满13岁的民众 可由父母法定监护人其中一人带领 也请带领者携带被带领人健保卡 有任何疑问 线上护士人员都会贴心的为相亲服务 记得继续欢迎发售伯伯伯伯